麻煩西方人管他都叫Toling 就让我们来听听逸臣 陈瑞 我们带来不同的厕所文化吧 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李陈瑞 我是许逸臣 我现在的心情既紧张又紧张 啊 两个紧张啊 又很紧张啊 哦 台下的观众 来给掌声吧 努力一下 嗯 好多吧 嗯 好多了 不过今天要给观众发来什么表演呢 我们来说有学问的 好 有学问的 那太好了 嗯 说点什么有学问的 我们来说上厕所 对对 上 上厕所有什么学问啊 当然 这鸟子说 我 尿尿里都有学问的 是吗 上厕所很幼稚的 每个语曲说话 表达的情感节奏都不一样 是吗 哎 像我呀特别喜欢原住民朋友说话的味道 原住民朋友说话的味道 没错 没错 大王打得一发 有一对兄弟 关别住楼上 楼下 是楼上啊 恶恶扮演 牛鸡 一腿门 给你 他们家是鬼屋啊 弟弟不是 人生生 把龙虾弟弟瞅起来 在这龙上看 哎呦 哎呦 什么叫 哎呦 这原住民朋友说话全都要 哎呦 这么一声 跟大家说 哎 我要说话了 这是原住民朋友的发语词 没错 这弟弟说话了 哎呦 我哪不玩咯 水在上面 平平平平平 就不想话也不办咧 你别说啊 还只有原住民的味道 哥哥听到了也回啦 哎呦 是你狗狗啦 你不要吧 哦 这鸟鸟鸟鸟鸟鸟 我就回来了啊 这两兄弟可真够如何啊 是啊 这弟弟喊我的一句 你那个晚上出去会很哦 出去要穿衣服啦 不然今天那个鼻子 就吐石流了啦 鼻子还是吐石流啊 是啊 这哥哥说嘛 你不要那么啰嗦啦 然后对着 你再一起聊天哦 这加起来有好几百个字了 是啊 如果有一件事情 用狗人表达的话 一句话只需要四个字 四个字就能表达啊 但不然你听好 这哥哥扮演了鸟鸡 一回门 还是那里鬼屋啊 把龙家玉米淘醒了 接着楼上看 啊 楼上是谁 四个字 是你哥哥 四个字 你要干嘛 四个字 我撒花了 哼 还这是四个字啊 还有更简单的吧 还有啊 闽南语 哦 台语 没错 一只话只需要三个字 三个字就能表达啦 当然 你听好 哦 哥哥扮演鸟鸟鸡 弟子醒了 嗯 什么人 喜欢啊 哦 出什么 我帮你了 这台语应该是最有意思的 还有更有意思的呢 还有啊 客家话 啊 客家话 客家人 心俭持家 哦 做什么事都很节省 就连那说话也一样 那客家人是怎么说的呀 哥哥扮演鸟鸟鸡 弟子醒了 哦 我发现了 客家人是世界上的事情最少的 不可能才有比他们更少的啦 还有呢 还有啊 孔老夫子 啊 孔老夫子 瑞瑞你这话说的不对 孔子他是老师 谁老师的话 嘴多啦 孔子老师在那儿呀 可是我们的老师话 不都黑不黑 对对对对 再说回来呀 孔子是山洞人 山洞人高头大骂 做什么事 简洁有病 同一件事情 再简单不过啦 那他们怎么说的呀 哥哥扮演鸟鸡 吃 地理性呢 谁喝中国 优优独播放